三支有机农场为了开创更多元的商机 将道路旁的小片接近农地用来尝试种植甘蔗 今年尝试第二年甘蔗的生长成果不错 为了将甘蔗转化成商品 三支有机农场添购了一台甘蔗的榨汁机 从种植采收清洗榨汁装品到进到市场 全程都安心看得见 像这样子榨出来的甜味 其实不会像想象的那么说很甜 或是像砂糖那样子 没有 其实就是清甜清甜而已 然后白甘蔗的特性其实就是 喝起来很舒服啦 没有负担 没有说那个就是因为糖 其实没有 它真的糖度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算健康的饮料 然后再来是农业来讲的话 我们像多一种产品多一种的 机会 那只是说要投资那个设备而已啊 甘蔗可以说是容易种植的作物 喜欢天气热与湿润的气候 三支有机农场尝试种植的第二年 产量稳定 于是开发成小家庭好运用 容易保存的甘蔗汁 白甘蔗榨成汁甜度刚刚好 直接饮用或是调成茶饮 亦或是入汤料理都可以 不过就是保存上有个小秘诀 需要手机 像我们来讲都是百分之百的甘蔗汁 然后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嘛 就纯粹就榨下来的原汁而已 那也不像说那个像柠檬汁的话 它就要另外再稀释或什么之类的 再不用 它的保存方式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它一定要冷冻 它不能放在冷藏的位置 你要喝的时候 其实就从冰箱冷冻拿下来 半小时其实都可以喝了 手摇饮店开满大街小巷 更有不少的茶饮都以甘蔗汁去做调配 让饮品中带有天然的甜分与甘蔗的香气 最吸引涛客尝鲜 不过甘蔗汁保存不易容易变质发酸 因此三支有机农场也提醒 若是无法一次饮用完毕 要以冷冻的方式做保存 才能确保甘蔗汁的新鲜好品质 记得平函三支采访报导